深藍色皮卡车轮被远景架上脱掉用的轮子准备拖走 举色上一车主双手抱胸 看得出来非常无奈 这辆充满复古感的皮卡 是住在基隆林先生的宝贝爱车 因为背后有洋葱 我有一个儿子14岁半 他生了一个莫名的肿瘤 把这部车买下来 鼓励儿子不要因为治疗的关系 不要一直躲在房间里面 能够走出来渐渐阳光 过去用来当作鼓励儿子抗癌的礼物 是一辆充满跟儿子回忆的车 林先生把他停在家门口 但由于车身跟车款不够 不符合规定 导致验车一直验不过 因此车牌被注销 被民众检举 但是让林先生不解的是 车子停在没有划线的地方 也没有违规 不懂为何会被拖 那为什么 一下子也没通知 也没什么 就毅然决然把我车子拖走了 要全车一次 一次保管 没有只扣牌照 不扣车样的规定 而让林先生最气愤的是 车子拖走应该给个单据 或是通知单 至少让他知道 可以去哪里领车 但是通通都没有 可能要请车主自己顾 拖掉车把他拖回去 如果监理站愿意发给他 临时牌的话 他就可以暂时开回去 实际询问监理站 要申请临时牌 需要具备以下四点 第一 需要车主的身份证 已经印章 第二 确定车子有没有投保强制险 并且有效天数需要30天以上 再来则是需要牌照登记书 以及车牌被注销的证明 尽管儿子没有挺过病魔 但是林先生依旧把车子留下来 怀念儿子 现在只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验车问题 让他可以把爱车接回家 下期新闻林珠华 黄世涵 激动采访报道